反修例風暴後,香港社會傷痕處處 連本英莊嚴的法庭都變成失罪的大達地 充斥圈鬧、滋擾、烏煙瘴氣 近日有媒體透露有代表反修例案件的律師 在庭上被所謂的旁聽師辱罵,跟蹤滋擾甚至起底 實際上香港法庭亂象持續已久 但遲遲未有整治甚至有惡化趨勢 社會要反思,法庭是否對藐視法庭者過於縱容 導致他們越發囂張呢? 要怎樣保障司法人員權益及法庭法治的尊嚴呢? 反修例風暴後,大量案件需要跟進 律政司將部分案件外判給私人大狀擔任檢控官 據報這批外聘大律師卻成為戰靶 在庭內庭外被俗稱為旁聽師的人辱罵或被起底 還有律師在休庭期間被跟蹤威脅,情況非常誇張 過去兩年,擾亂法庭秩序的情況持續惡化 旁聽師在公眾席挑釁律師法官 甚至在法庭聆訊過程中立喊、鼓掌和起控 就在日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被控發表煽動文字案件中 旁聽人士大肆圈說要法官一再警告他們干犯藐視法庭罪 直指這些人自律精神十分薄弱 要求警方準備攝錄器材對住公眾席 而該案組在7月底開庭時已因爲秩序問題引起關注 當時法官說 留意到起碼有三分一的公眾人士向被告揮手 斥責相關人士大聲圈嘩、搖氣立喊、耀武揚威、不尊重法庭、不尊重法官 實際上在法庭外縱火、法庭內圈嘩、謾罵、在案件開審前後恐嚇法官 都是已經和正在發生著 侵蝕香港法治基石的劣行 反修例風波後 所謂的旁聽師等有目的出現在法庭的人 非常活躍甚至囂張 正如早前政府所指 暴亂過後 有一批人士試圖通過抹黑懲教署和監獄制度 攻擊香港法治系統 而擾亂法庭影響判決顯然都是計劃的一部分 所謂的旁聽師、送車師等有組織地滋擾法庭騷擾律師 恐嚇法官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顯而意見是為了妨礙司法公正、擾亂審訊意圖影響判決 說回頭,為什麼法庭對滋擾者一而再再而三的縱容呢? 雖然相關滋擾報道已經出現了一年多 但幾乎從未見到有人因為藐視法庭而要付出代價 越縱容搞事者越囂張 對於這種毫無法治觀念的人 法庭和司法機構絕對不可以期望他們能自行醒悟 要維護法律尊嚴 就要向挑釁者展示法律的威嚴和震懾力 法官對於藐視法庭者 該出手時就要出手 口頭警告沒用就要量出手靠 即場拘捕甚至起訴 給予阻嚇 另一方面,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氏早前指出 現時針對恐嚇法官的刑罰太輕、阻嚇不足 是恐嚇法官和司法人員的低劣行為貧生的原因之一 他的觀點值得參考 撥亂反正、清除法庭亂象、樹立法律威嚴 以在香港維持世界頂尖的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